福建海警局破获一起特大海上走私成品额案 新华社福州10月21日点 福建海警局与福建省公安厅 联合开展打击走私成品额专项行动 近日成功打掉一个走私犯罪网络 四个设有走私犯罪团伙 抓获涉案人员56名 初步查证涉案成品额近2万吨 涉案金额达1.4亿元 今年5月下旬 福建海警局得到线索 在明日交界附近海域 存在一个犯罪网络 长期进行走私成品非法活动 为实现打团伙 会链条追网络的目的 该局立即抽掉精干执法力量成立专案组 权力侦办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